上午好 收好音收看这一节的新闻速递 我是树月 在天空二号太空实验室进行的太空养蚕实验 六条蚕虫开始吐丝节俭 而在两名航天员的悉心照顾之下 六条蚕虫在太空生活一个星期之后 开始吐丝节俭了 这项实验由本岗的中学生设计 目的是观察蚕虫在太空无重状态下的生长情况 以及吐出的蚕丝质量 是否有别于在地球生长的蚕虫 为了让蚕虫安全展开太空的旅程 避免受到升空时的力学环境干扰 研究人员为他们打造了特制的太空藏 执行这次太空任务的六条蚕虫 是科研人员在4000条蚕虫中 精心挑选出来的改良品种 确保他们都是肥肥白白身体健康的精英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票数 通过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 经济制裁以及全面禁运 美国首次就决议汉投弃权票 联大连续25年就谴责制裁决议汉进行投票 除了美国以及盟友以色列之外 其余191个成员国家都会投支持票 美国以往都会只有这项谴责自己的决议汉投反对票 这次是美国25年以来首次投弃权票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 投弃权票是因应总统奥巴马对古巴的政策转变 但强调美国仍然不认同当年对古巴实施禁运的制裁 是反国际法 又重申 美国仍然关注古巴的人权问题 但相信这次投弃权票有助继续推动两国改善关系 期望日后可以全面撤销制裁 美国奉行孤立古巴的政策 实施全面经济制裁超过半个世纪 控制两院的共和党批评古巴改革进度缓慢 表明短期内不会同意全面解除制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到访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会谈 两人在南海问题上就法治的重要性和根据国际法解决问题达成一致 杜特尔特又在会面中向安倍大派定心丸 强调反问中国只是谈经济 没有谈过军事同盟关系 而在东海和南海的问题上会站在日本的一边 至于和美国的同盟关系 安倍和杜特尔特都认为 保持同盟关系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很重要 不过杜特尔特在另一边继续发表反美的言论 他和安倍会面前与日本的商界见面 声称可能会终止美非防卫的条约 又表明希望两年内菲律宾不会再有外国的军队助手 强调就算没有美国做后盾 菲律宾也有可能继续的生存下去 分析认为杜特尔特仇视美国的态度和日本的立场有严重的分歧 安倍无法完全信任他 加上预料杜特尔特的惹火反美的言论会陆续有来 有日本的官员相信 日本只能不断的充当美非之间的和事佬 意大利中部先后发生两次地震 强度分别达黎克特至5.4级以及5.9级 最少两人受伤 有历史建筑物损毁 而地震之后多栋建筑物损毁 瓦力散满一地 部分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老建筑 大批居民走在街上暂避 第一次地震发生在当地周三晚七点左右 镇压位于中部的马切拉塔省 镇源深度约10公里 数浅层地震 而在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当地再发生另一次强度达5.9级的地震 附近的佩鲁甲和安科纳 以及首都罗马也感受到了震动 当地传媒引述专家指 这两次地震可能与8月底中部列地省发生造成 97人死亡的6级地震是有关系的 经济危机持续的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 再次爆发大型的反政府示威 要求总统马杜罗下台 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首都加拉加斯示威 占据市内的主要道路 全国多个城市也有反政府示威 有民众带同国旗上街 持枪和盾牌的警员 以及武装警车在场戒备 设立路障阻止示威者前进 选举委员会上星期否决 针对马杜罗下台的公投 反对派呼吁公众星期五发起全国大罢工 并且于下个月无视禁令的游行到总统府 随着油价大幅下跌 依赖石油出口的委内瑞拉 国内经济严重衰退 基本物资短缺 民众归咎于马杜罗的振兴经济不利 马杜罗提出与反对派对话 但遭反对派拒绝 称可以重新争取公投之前 不会参与 我们再看一下财经消息 隔完美指到美股道指先低 先低后开 收视升30点 横指金岛高开21点 爆23347点 国际指数高开6点 爆9705点 重爆蓝筹普遍高开 中一栋高开0.8% 爆90.7 腾讯高开4毛 爆212.6 建航今日公布积极 高开0.5% 爆5.7毛5 中海油公布第三季 收入按年跌14.5% 股价今早低开1.9% 爆10.2毛8 在三藤油中 暂数最差的 美英美零维持中海油 跑输大势的评级 目标价维持在8块 中国营监会公布 9月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 在217.32万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15.7% 总负债在200.4万亿元 增长15.5% 其中商业银行总资产 在168.33万亿元 按年增长14.6% 债银行业金融机构 比例到77.5% 总负债155.67万亿元 按年增长14.5% 占比77.7% 而其他类的金融机构的资产 按年增速仍然是最高的 达27.7% 总资产达41.73万亿元人民币 其次为城市商业银行 按年增速24% 总资产26.28万亿元人民币 其他类金融机构 包括政策型银行 以及国家开发银行 民营银行 外资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 和邮政储蓄银行 欧洲央行行长 德拉吉上星期在议息后的记者会 表示量化宽松买债计划 不会突然停止 路透引述消息指 央行几乎肯定会将买债计划的限期 由现实的明年3月延长 至于会否维持或缩减每月的800亿欧元的买债规模 仅要视乎未来经济的表现 由于央行规定不能买低于存款利率 也就是负0.4厘的债券 但不少德国的债券 例如5年以下的国债息率 多数都会低于负0.4厘 令央行越来越难买足够的债券 报道指 央行也考虑最少三个方案 放宽买债的界限限期 报道指 无论是否全部限制都放宽 但相信央行都要面对艰难的选择 欧洲央行职委普雷特发表演说时 重申在通胀达标之前 央行会维持宽松的政策 但警告 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缓慢 会威胁就业 投资和信心 英国脱欧的谈判结果还没有明朗 国际贸易部的政务次官 简文杰接受彭博访问时就表示 以伦敦为欧洲总部的银行 可能会失去现实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护照 即使也就是不太可能再用现实的方式 为欧洲的大陆客户提供借贷以及保险等服务 他透露 当局曾经提出另一种的替代安排 但对于银行业来说可能不足够 现在正在考虑改良方案 代价是可能要接受欧盟未来所有新的金融法规 不过报道指 英国公投决定脱欧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正是民众不满要服从欧盟的决定 除了脱欧的冲击 近期德意志银行和意大利西亚纳银行 陷入财困兼股价大跌 也可能会令到英国监管部门忧虑 这些欧洲银行的问题 或者会牵连当地的银行 金融时报报道 英论银行过去数个星期 已经要求英国大型银行列出 对得银 以及部分意大利大型银行的风险承担 特别是有否因而令营运面对困难 美国电动汽车生产商特斯拉公布 第三季录得利润2190万美元 也就是大约1.7亿港元 去年同期亏损2.29亿港元 这是特斯拉2013年首季以来首次出现季度盈利 主要是受惠于交付量创历史记录新高 抵消成本上升的压力 特斯拉也指出 每股经调整盈利为71美线 是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首度录得盈利的记录 总收入倍增至23亿美元 总成本升至32.7%至5.51亿美元 消息公布之后 特斯拉的股价在事后时段升6.2% 而该公司确认 今年下半年的交付量目标不变 预计本季的交付量为25000辆 特斯拉较早时公布 上季的交付量为24500辆 按年增加70% 特斯拉也披露 9月底首投现金为30.8亿美元 而第二季底为32.5亿美元 再看一下本港的天气 现在的气温是28摄氏度 空气湿度在76%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高的气温约30度 吹晴温至和缓的偏东风 展望明天天晴 周末期间有多云天气转凉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速递 我们下一节再见